飞动播放飞碟早餐 我是男嘉龙 来民国112年 2023年11月6日 星期一 礼拜一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来今天 来我们继续呢 读庄子 那这其实 这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就坚持呢 让蔡在病名呢 把他的庄子呢 跟大家呢读完 当然了就是说呢 你要你要那 反反反复复的研读 然后因为所有的经典呢 读完之后 你都会有自己的心得 那你也可以呢 去辨证 可以去讨论 你也可以支持认同 你也可以反反驳批评 都OK 好那蔡病名老师的庄子呢 重新开始 当然他有有两套 一个正式时候呢 读庄子 他是用用这种的 漫画的这个笔笔法 那去的方便呢 就是说呢 你更容易的 有点有画面感的 增加你的想象力 那正式时候读庄子 另外的庄子呢 重新开始 就是把庄子呢 按照这个 就是说呢 拒解 那一句句呢 这样子去解读 好那 庄子的那七篇 那现在已经呢 来到了 来到最后的 重新开始的 完结篇 完结篇呢 又分上下 我们现在是在讲了 完结篇的最后下 印第王 那印第王 关于自然的内心修复之书 好那 蔡病名老师的 就庄子系列 都是天下杂志出版 那在我们现场的 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 蔡病名蔡老师 欢迎 向荣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来今天呢 我们上一次呢 读到的那个 故事 讲了大概是三分之二吧 就是呢 神无四件胡子 那 那个 过程就很有画面感 很戏剧性啊 那里面还牵涉到 列玉扣 列子 好那 之前呢 当神无四件胡子之后呢 终于发现 啊 这胡子的生不可测 对 生不可测之后呢 我想 我可不可以在生不可测 这再停留一会儿 可以啊 可以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我 我觉得这一段 对我生命史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我出了 刚刚向荣哥特别介绍的 正日时候读庄子 出到人间事之后 其实我到大宗师 停了很多年 那 我自己在我当年 得癌症之前 我觉得我对于 大宗师跟印帝王 尤其印帝王神无四件胡子 这一段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把它诠释得很透彻 然后后来刚好我病了 病的过程 为了活命嘛 除了练小时候功以外 就把一些本来该练 还没练了 也练一练 我就接触了 印度的一个 很重要的瑜伽流派 叫 Guria Yoga 那我就读 反正我练功就跟着 我爸爸以前练过什么 我就练 以前我父亲参加什么韩寿 我就参加 是英文版的 你看他们传到美国了吗 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 在Guria Yoga的经典里面 提到的体道者 居然跟胡子的这段描述 如出一彻 我看着却非常好奇 可是你知道瑜伽 是有一定的修炼方式的 有一定的方法 不止心法 还有身法 我又发现那个心法跟身法 跟传统的老子也好 庄子也好 太极拳也好 如出一彻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一个文化里面 遇见一个功法 你的震撼程度 跟你在一个完全不同的 文化脉络里 认识一个功法 居然有完全要脉络 其实你是更震撼的 你忽然间发现 这些没有沟通过的人类 居然出现了一样的 语言 那会不会 它具备普世价值的可能 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种 我们去进行这样的锻炼 都是有机会 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很容易这样想 然后这时候 因为我以前也研究传统医学 所以我 可是我真的觉得 人很奇怪 我们通过一本书 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机遇 你在重新南怀都 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我就开始留意到 我们在上次神物四件 胡子的时候 特别提到渊游九明 就是胡子说流水有九种样态 大海有九种样态 我现在给你看了 是九种多的哪一种 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话 觉得稀奇 可是当我 接触到那些共同的人 觉得好奇 回头探索的时候 就发现不止 庄子如此 我们在老子上次也提过的 有冤枉 有很多用水 上山没入水 来辟语体道者的境界 然后你就会发现 天哪 你打开传统医学里面 发现好多穴道 都有水 有池塘的池 比方说 驱池风池 那风池就在我们 头跟紧交界的地方 中间的点是丰富 跨过左右两条筋 就左风池跟右风池 你知道我们学中医的人 走进餐厅 选位子 先选背对冷气的 因为如果我让我的风池丰富 就正对着冷气口 你 伤风感冒的几率是更大的 那我们刚刚讲石 那穴道里还有叫 泽的 驱泽穴 很有名的 齿泽穴 有渊的 深渊的渊 有井水的井 有沟 支沟穴 有渠 金渠穴 还有更多大家最熟悉的什么 杨林泉 泳泉穴 脚底的泳泉穴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以前还蛮想研究一个题目的 叫身体文字学 就透过传统文字造字的时候 还有更久以后 这些穴道名称出现了以后 探究一个在传统中国的 对身体的认知到底是 怎么认识身体的 那我们就看到说 好像这个身体 前两年非常红的一部 日本动画 叫 鬼灭之刃 很红 那我通常学生看什么 我会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样上课举例 才能举他们感兴趣的例子 我就发现里面真的是 日本人真是可怕的民族 难怪当年我的泰老师 郑满青先生 他的几个 有练成功夫的弟子 禁止去日本 他因为 去美国去哪里 人家学了 也不可能学到这么的专精 可是日本人假传真练 你叫他假传 他有练成你知道吗 那我看鬼灭之刃 我看他真的吓到了 他里面的 所有讲练功的心法要诀 就是心法要诀 可是我身为一个 研究庄子的学者 我们做学术工作 我们当然要收集英美的研究 日本的研究 然后我就发现在身体这一块 有去做研究跟琢磨的 都是日本人 两岸三地华人 英美 都顶多把焦点放在心灵 而且这个心灵 还是一种比较像 西方哲学讲的心灵的内涵 比较不是功夫意义的心灵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一部分 我倒觉得是挺有待开发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西方研究 人的身体健康 觉得我们不能那么保守的停留在原来的医疗体系 就有病治病 我们应该往前踏一步 所以今年吧 就此刻吧 有一个 Pieter Artea 他一本 Outlive 这个书就在亚马逊八榜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正规的医疗人员 可是他最后离开了这医疗单位 因为他觉得疾病与医疗之间 我们能得到的进步太少了 我们如果只是 生病治病 生病治病 那我们每个人一生 如果 X轴上回提的 就是我们的寿命 Y轴就是我们的健康 好像注定我们每个人生都是个抛物线 但我觉得像龙哥也是例外 你可能生活习惯太好了 就看起来很精神 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 他就只能是抛物线 那这个Pieter Artea 他离开了原来医疗单位 他成立一个机构 这机构叫什么我不知道 可是他概念就医疗3.0 那医疗3.0 你就会看到在这个人体的健康 抛物线 他会变成一个很像 直角 就是我们最理想的人生 当然是我从零岁活到八十几九十几 我的健康状态很接近 然后 我第二天 我记得我爷爷过世那天 我们都不知道我爷爷要过世 因为我们是台南人 男人的世界都有点杀文 所以每天很好笑 我们活在现代化的设备跟房子 每天早上我爷爷 我奶奶还要从浴室 帮他把打脸盆水 拿到房间洗脸 我也一辈子过这种生活 然后就在那最后一天 我奶奶正去打洗脸水 我爷爷拿着假牙 他要挂假牙那一刹那 忽然有口痰噎住 不到一分钟他走了 我奶奶回来说话 你走了 可是我觉得挺幸福的 因为他表情是微笑的 就微笑看着他假洋就这样走了 那最理想的人生 当然就是非常健康的回到 活到要离开人间的前一天 那后来这位 现在爸绑的这本书 这个作者 他成立了那个医疗单位 他在干嘛呢 他就客制化帮每一个人 设计他的营养 他该怎么吃最健康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体矿不一样 他该做什么运动 如果他像已经有什么疾病了 你要做的运动 可能也跟别人不一样 还有他怎么样可以 让睡眠品质更好 就专门做这种客制化研究 而他的目标 就是要达到我刚刚讲的 那样的一个目标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 其实这本书 还没有翻译中文本 那我怎么会知道 就是我有学生读到了 工学院学生 然后说老师 这个作者 他的对于我们医学 或是养生的追求 跟我在课堂 我的书里写的非常像 就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锻炼 这不就是营养运动 跟睡眠吗 他才让我知道 这本书的讯息 然后我才去聚焦来了解 然后所以西方世界 现在就觉得 运动 以前我们不会去讨论 我们可能会追捧 很多运动员 我们不会去问 表彰身体健康的运动 为什么那么多运动员 那么糟糕 可是当代西方 就会有比较多的研究 聚焦在这里 比方说 发现到底多强烈的运动 对身体才是最好的 然后就把运动的强度 分十个区间 然后才会有所谓的 第二区间的运动 就是最健康的 那什么叫最健康呢 就是能够让你的立腺体 就我们的生命能 能最充沛 然后我们的心肺 能力能最圆满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的体脂肪 能燃烧最多 然后我们的这个乳酸 堆积最少 居然是在第二区间 第二区间是 还能聊天的状态哦 不能唱歌 但还能聊天哦 对了 很轻松哦 运动员 以下人的平均寿命80岁 对 你去看 就是顶尖的运动员 顶尖的 到了晚年 很少接健康的 一般运动 一定会有些伤害 这些伤害 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大概都还可以 可以忍 跑啊跳 可是到了中年 60岁以后 那些的伤痛 你慢慢的 你身体就没有能力 去对抗它 所以顶尖的运动员 到了晚年的时候 卧床的 不能行动的 比例还蛮高的 我说到我碰到的运动员 认识的运动员 在晚年的时候呢 能爬山啊 能游泳的 还真的是不多 第二个就是说 连长寿的 你仔细想 顶尖的运动员 活到80岁 人均寿命的 你都发现 其实也不太多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对养生这件事情 医生长寿的也不多 这些都都很现实 不管你是精神科 或者说你是外根 都一样 换句话说 你在做职业选择 你在跟所谓的健康 跟养生的概念 跟你所从事的行业之间 有不变化观念 就是走得太绝对的时候 绝对的运动 追求绝对的运动 绝对的养生 未必是好 所以中国人其实 第一个中国人的 中庸的观念 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在蔡明明讲 讲到就是说那种的 身体的文字学 其实中国人对于流 流动的东西的描述非常多 而要描述流动 就发现中国人 在两个 一个是水 还有一个是空气的气 我就像是中文字里面 你把字典 像你那些中文系 你把字典打开来看看 水字部的是最多的 最多的字 最多 第二个就是说 用水去描述场景非常多 第三个是空气的气 我常常讲说 我们很多在英文字里面 字跟毫无关系的东西 在中文里面是通的 我就像我们讲到空气景气 我每天早上 天气空气景气节气 我每天说四种气 还有很多各种各种气 这些我们用气去描述 我们觉得通通通 你知道气这种东西 我们讲这个人的脾气 我们讲一个人愤怒 叫生气 你都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在英文字里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可是在中文是通的 那个气跟水的流动的感觉 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 对于自己生命的思考 来进广告 回头继续跟赛编民调 好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龙 今天我们继续读庄子 上回我们读到印第王 庄子重新开始完结篇 也是庄子内期篇的最后一篇 印第王 印第王是在讲 关于自然的内心修复之书 蔡平敏老师的庄子系列 天下杂志出版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中文系的蔡平敏老师 我们上回读到神物事件胡子 那个过程 从猎子对胡子因为遇到神物之后所产生的怀疑 觉得神物厉害 我这个老老师看起来不太灵 可是慢慢的连这个神物几几次来测试之后 结果发现这个生不可测 神物自己都晓得自己碰到鬼了 碰到鬼就碰到很厉害的人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刚下杨哥最后讲的话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可以 就是像您刚刚特别提到生气 细色 景气 财气 这什么相干啊 那可能过去的人就会觉得 哎呀 中国人脑子一团浆糊 都不太做明确的分析跟辨析 可如果你真的进去这个学问里面 你忙知道他为什么都跟这个字相关 比方说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的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比方说孟子 大家都读过的 智智气次 你的心思到哪 你的气就会到哪 等于你一旦进入这个航道之后 你会发现 哦 我觉得不能让我的气乱了 所以我的心要安定 我不要因为他做我不开心的事情 我还生气 动怒 来影响我身体的气 那我身体的气跟景气有什么关系呢 在周易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类似的关联 君子文艺善言 千里之外硬直 这东西不是没有影响的 有点像西方讲的蝴蝶效应 但是在中国的心影响气 气影响相 那怎么会不影响景气呢 那或者我们讲才气 你说这总没影响了吧 可是在庄子的学问里面 他的心学很特别 我们中国文学理论都讲到灵感 就古文讲神思嘛 可庄子说一个人要怎么样得到灵感 他有四个字 无知之之 你不要有负面情绪 不要有念头 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智慧出现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讲的灵感 那如果这样讲 这些课题其实都是相通的 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我们体育活动 不是因为我们要进入太阳马戏团 我们不是要成为一流的 年收入很高的体育选手 我们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话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运动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课题 我之前听朋友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应该是真的了 我个朋友从事医疗行业 他说海峡对岸的医院 最近常常出现治胃病科 就是还没生病我就帮你治病 我让你更健康 治胃病 其实台北有很多开本广告上面 也会有胃病 可是我听 我说那他们从事什么样的治疗 他说这个可以建立 大家还不知道应该找谁来 然后该怎么做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搭配现在西方当代的研究 比方说对积极膜的研究 才知道说天哪 原来积极膜纠结 还不只是腰酸被痛 它会影响你的心情 影响你的姿势 病人疾病 那你忽然间知道 为什么软明明的太极全追求放松 然后为什么老子会说 柔弱者生之徒 坚强者死之徒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 配合西方当代的研究 有一种 其实真的能让人类的养生 或身体往前走一大步的 中国传统的珍贵的遗产 我觉得还没有被开发的很好 或推广的很好 那这是讲到这个单元 我忍不住要说的 这可能是我这几年很关注的一个课题 因为我之前四年的 这中央研究院的研究计划 我跟着于顺德教授身体经验研究群 我就是研究太极全 然后把它去跟西方的积极膜理论 跟当代的所谓的第二区间的体育 做对比 就发现真的是符合 他们认为最佳理想跟运动 好 那刚刚向文哥提到 我们现在就提到 列子他从他的老师这儿 学到这些之后 有什么转变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也让我很深刻的体会说 其实学生学得好不好 有时候跟他相不相信 他的老师有关 我很讶异的是 让我认识这个理论的 不是华人的作品 是一个 在书里有提到 就哲学家博莱尼 他写的一本个人认知 这本书让我知道 大开眼界 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都以为 如果你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那你不需要跟随他 你不需要变成他的学徒 你就读他的最新发表 一样的实验 你在你的实验室做 也能够重复 这就科学 可是博莱尼的个人知识 强调一个聚生认知 他有一种知识 你就是不亲自自知 就我在电视里看到 唐强龙哥讲政治评论 跟我真的来认识这个人 你认识的这个人 跟这个人理论 绝对是不同的 大概就讲这样的概念 那我被说服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就很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样是胡子 一样是烈子 他在前期 没那么看好 他的老师的时候 其实他也没学得怎么样 可是他今天终于相信了 他幸福了 他就开始进入 不一样的状态 那不一样的状态 如果我们透过 庄子整本书 烈子的改变 到底从哪里开始的 那我想那一定是 庄子书的基本功 比方说神灵 你的心神 不再往而追求了 去追求像神物 这样神奇的人 你开始能够 专注在眉心坛中 或者肚气下四指幅的一点 或身上的任何一点 或天地间的任何一点 简单讲 你可以不只可以 平息你的负面情绪 你还可以平息你 多余的念率 那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体内的真阳之气 或我们体内的气 要变得充沛 要变得积累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开始 那庄子这样的一个 修炼的功夫 跟这个 古一书 比方皇帝内经讲的 甜但虚无 真气从之 你这样心理状态 意识状态 真气才会出现 或者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我的内守 我的精神 那我怎么会生病呢 其实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觉得 完全相弃 或者又或者 我们从庄子内 几篇 我们从校友 就读到一个 归修复军 那个归 回家的归 或者这里 列子 回到家以后 三年不出 为其七窜 也是一个归字 那其实这个字 就是回家的意思 其实我们的生命 到底怎么样 才算回家 也许家 在庄子的笔下 不是一个地理的所在 也不是一个 精神寄托的所在 而是我们能够 在心灵 建构自己的家 就是因为你 爱护你的心灵 你好像就有了一个家 你在外面 遇到任何的 天地之症 或六七之变的艰难 你都能带顶着 那所以 我们这样就可以推想 为什么列子 经过三年的修炼之后 达到的境界是 为其七窜 为他老婆做饭 做菜 那 当然他前面一句话是 列子自以为为史学而归 他觉得他根本没跟 他老师学到东西 那老师教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 所谓的神灵 就装子的一个核心的功夫 我上次是有跟向文哥说 我最近因为出了一本新书 然后帮我写推荐 虚言那位 NASA的科学家 其实他就得了很多怪病 他后来练学道导引的同时 就是完全遵守 所谓的神灵的原则 很快 两个月 十一年的病全好 我们就会发现 蕴藏在中国 道家经典 或一家经典里面的 这套功夫 有没有可能性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紧接着就会提到 列子修炼成果 竟然是帮妻子 儿女做饭菜呢 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 他本来单身 后来结婚了 那我跟他很好 所以有时候 我们见面的时候 会进行一些交流 比方说他知道 我的兴趣嗜好 可能跟忘气色 或把脉有关 就会让我test一下 我说 你胃肠变差了 他说 因为我们家厨子换人了 换谁啊 换我就新婚的老公 我讲了一句话 我说 你怎么会把 主宰自己健康的权利 交出去呢 这句话很少 做菜的人会这么想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在厨房 我就可以 因为我今天的身体状况 不要讲做菜吧 我们讲饮料吧 像我昨天前天 又贪吃 贪吃坚果 然后就上火了 别人坚果是说 一天吃一把是吗 对啊 我可以两天吃一包 就是一天可以吃 上百克的开心果 就不知节制 这没有什么吧 我觉得你也是 好 中国这么好的东西 吃一两包还好 你吃到 你知道我一次买六瓶 很短时间吃完十二瓶 忽然发现上火了 那上火了没关系啊 那今天喝饮料的时候 就要小心嘛 今天绝对是不再吃那种 可能会造的 就泡个山苦瓜茶来喝 火不就这样了吗 那我刚讲的 其实这个泡个饮料 跟厨房做什么菜 就是能从最核心 照顾生命的根本 或者我们刚讲到的 这个医疗三点零 是 营养 睡眠 运动 运动 对啊 其实跟生命最核心相关 可是一般老百姓 还没这个知识 2022年 美国医学期刊 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跟最容易导致心脏病的 不再是抽烟 高血压 糖尿病 是体能差 那现在很多家长 现在很多年轻人 真看起来超不健康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的越来文明越进步 机器人都能做那么多事了 人类都能到外败工了 可是我们对于自我生命 我们的心情 我们体况和掌握 好像越来越不在意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两极化 我有时候去 偶尔 我到这些健身房去的时候 年轻人也很多啊 就是 我们就去看看年轻人 当然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年轻人 什么秀自己的 脉手啦 那种拳套的装备啊 女生啊 也要把自己的身材的表现得非常好 我一个老头在那边看 我觉得年轻人也很好 倒过来讲 就说那种不运动的 不一定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 而是不太能够维持某种的那种体能锻炼的 也很多 当然这里面呢 营养是大家这些基本的日认识 运动基本的日认识 还有一个标护的睡眠 睡眠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部分的问题呢 跟你的睡眠是有关的 虽然我常常开玩笑讲说呢 我觉得睡眠 睡觉不知道是谁 谁发明的 那是人类 那是最伟大的发明 从来没有想到说 有睡觉这么舒服的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睡 好 来我们进行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蔡平敏聊 阿飞的摩飞的早餐 我是谭佳龙 来星期一的时间 那蔡平敏老师的庄子 庄子重新开始的 完结篇的最后 印第王 那最后的 最后的完结篇呢 就大宗师跟印第王 就庄子那期篇的第六篇 跟第七篇 那印第王很重要 你看就是他就在收尾 在在做整个呢 庄子的思想的总结 就是告诉你呢 所有的 所有呢 他对于人 人生的感悟 以及呢 锻炼 到最后的时候呢 为什么用印第王呢 来来结尾 好 印第王呢 关于自然的内心 修复之书 好 那天下杂志 出版书 大家自己找来看 那在我们现场的呢 蔡平敏老师 好 那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呢 神物呢 那是神物呢 四件胡胡子 最后呢 他回到一个 其实回家帮老老婆小孩做饭 也没什么 如果修修 修炼个半天呢 就是这样 那我早就会了 所以当他反应 在当时可能 可能对男人来讲呢 那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非常艰难 对 很困难的事 第二个就是说 我想他在告诉你 就是说 平常的那那种的内心的锻炼 可能最后就是回到一个 最简单的位置上面 对不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呼应了 庄子学书的一个 庄子一直从校游开始 就觉得生命有两个相度 如果我们往外追求 我们就会变飞鸟 我们就每个人想要 捧成万里 成为专业中的翘楚 累积相当的财富 大捧展翅 对对对 可是庄子提倡 提倡的是另一个相度 就那棵树树 就你的根杆是越来越粗的 你的自我生命 是越来越富足的 而对于外在世界 反而是无代 顺其自然的 那这个非常不同的相度 我觉得庄子在这边 用吃饭这件事来凸显 在这一本书 这个小段落 虽然写得很朴实 但我自己蛮喜欢的 就是在210页 每天的三餐睡眠 是行购生命的根本 要爱一个人 照顾一个人 不是从送礼物 送话开始 而是从学会为对方 烧饭做菜 照顾另一半的胃肠 培养伴侣的 后天之气 开始的 所以他做这件事 就我刚刚举我朋友的例子 其实好好做菜 做饭 好好去选择 你今天适合喝的 摆开水 或者另外有需要的饮品 其实是照顾自己生命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知道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 我回头看到我 就回头看我们家门一眼 因为要上锁嘛 那小伙今天早上起床 喝太少水 其实我会把它当成一个 早上有点 就是是件遗憾 一些遗憾的事 应该完成了仪式性的东西 那表示我重视了 可是我以前不是重视这个 我以前可能到哪儿去 然后看到有一个人 用很不友善的态度跟言辞对你 我就在意了 我想完全不在意这种事 我只在意 我今天是不是锻炼太少了 我今天三餐吃了 对得起我自己吗 是不是时间太赶了 没有炒一大盘蔬菜 我觉得我在意也变这些事 所以我觉得列子 为其其算在这儿 当然当然在那个时代 比起那天 每天想要治天下男人 这个煮饭做菜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其其想在 对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最吃饭的重视 然后你就要爱一个人 照顾你的家人 从哪儿开始 你知道吗 我昨天有一场新书发表会 然后那个主持人 某出版社的董事长 他跟我说 蔡老师我发现你的读者很特别 一对一对的年轻情侣 跟夫妻好多 我听到这句好超开心的 其实这是我出庄子书 也是萌 向文哥愿意让我在这节目上推广 就很多人认识我的庄子 可是后来我让很多年轻人 认识我的作品 是解爱那本书 谈怎么用情 那我觉得很好 可能因为解爱进入 他们开始读庄子 后来我就发现 当然他们是跟我 不是那么亲近的人 就读者嘛 可是我在台大的学生 好多情侣来听我的课以后 我就发现男生就不是送女生花了 他就做一个点心 好多男生开始学做菜 没有比这个时代学做菜容易的 随便歪踢一看 当然是 然后就我觉得那种照顾彼此 然后让彼此都很好的心情 过很好的生活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思想哲学 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选择之后 它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言行 情绪也会影响我们人生的过程 跟结果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 很幸运我跟庄子的相遇 这样子 好 在从这个就是说 神无遇见虎子 那你看到猎鱼寇 猎子 一开始他不信 他本来 他竟然跟着虎子 但是神无显然迷惑了他 那才是厉害 对这在我们生活里面 也常见 他仿佛是在这种 修炼过程当中的精神外遇 就是碰到了一个 觉得比这个老师 更有吸引力的 更有魅力的 但是当这个神无 他自己去感受到 这个就是说 虎子的时候 他才发现 这虎子本身的功力 要比他高很多 好 那这个是猎鱼寇的 猎鱼寇的捕捉 同时他对他自己 跟着虎子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修炼 是不是一个外放式的追求 而是到一个 回到一个最简单的 家庭的亲情的位置上 上面 这不是说教 就是很多的锻炼 可能都是在 日常生活里面 同时可能也包含的 就是说对于 对于家人的这种的关怀 对不对 对 那对 但是我说的就是 如果说 如果对于 对庄子的这些修炼来讲 如果说 如果都是这么 这么简单的一种体验 那他都 大家都会产生 跟我一样的困惑 那这有什么难的 我本来就已经是了 那我何必还要 还要走 走这样子一大 一大一大圈呢 我说啊 这个 我们刚刚 我们今天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提到这个主题 就是说 我们从身体健康 想要有很好的 人生的最后一段 然后发现 最前卫的一个医疗观念 已经不是在 治病 生病治病 生病治病 而是回到 吃饭 睡觉 跟锻炼 那你就会觉得 这么简单的事 那我还需要学这个吗 可是我要跟 夏老公一个报告 我觉得 等我的生命 真的从研究这里 教这里 变成回到实践这里 我觉得它非常不容易 你光是一个 庄子讲 原都以为精 你要把你的都脉打直 我说 做的最好的就是婴儿 我去搜集好多婴儿照片 也为了上课 他们天生一做 就这么的直 因为那直不是像卫兵一样 是僵硬的 他们是放松的直 用最小的力气 达到最大的空间 当然我是一个 脊椎测弯的人 可是 Pilatis 他的著作有写 Pilatis 对 百分之九十 九十还九十 我忘了 患有脊椎测弯 只是多少而已 那其实如果你再去面对 一个人身上 有没有多余的脂肪 我在做这个锻炼的过程 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就锻炼我自己 你知道我后来会发现 我真的 我真的在 尾追 就是卡古这一段 我容易没有数值 就以前我父亲会说 你只有打拳的时候 这个顶头拳有什么用 它是太极生活化 你要在生活里就如此 有一天我跟我爸 我看我爸躺在那边 爸你也没有圆队语为经 我小时候很皮 你知道吗 我爸说 我现在还需要跟你圆队语为经吗 因为练那个程度都不用了 可是你要进那个门槛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最近才发现 我自己 我真的在坐着的时候 并没有把大腿骨往下压 把卡古提起来 不自觉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附近就会有多余的脂肪 所以我只是想跟向龙哥说 有时候你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要把它做到好 像我刚刚提到鸡筋膜 你知道方间有一些养生活动 很多练重训的人 他一播经 就痛的哇哇叫 会啊 其实我有学过播经 然后拨眼睛 那你如果周边没有放松的话 那也是很痛的 也就是很多人的纠结都在不自觉当中 那你今天如果把放松全身当成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志业 我现在就如此 我想我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提早退休 一定为了练功而退休 真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今天跟蔡美美老师只能聊到这地方 因为庄子本身 它不只是一种的学问 不只是一种的对于宇宙万事万物的一种的参透跟理解的过程 那庄子跟其他的其他的这些呢 知识派别最大的不同呢 他是一个自我锻锻炼 他他是跟你的身体 跟你的心灵 是身心一体的 好这些 我我我当当我在我在听蔡美美老师讲说 我会我会想说 那我的我的人人生追求是什么 那我也不是要锻炼 也不是要要要成 我我常发现我喜欢漫无目的的一直走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山里面 有的时候就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目的性的 就是一直走 我就觉得很开心 走到我累累累为止 就这么简单 很无聊的对 就是就这样摆摆 就是如果你说看到山里面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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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单老老人在那边走的时候呢 你不要吵我 我觉得这不是漫无目的 对 我觉得青龙哥的生活就我认识了就有一个属于你自我的肠道 这个肠道你是在手 而且你非常坚持 对就就就就是跟跟跟跟跟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我你你问我去那边干嘛 没干嘛 我也没有特别想干嘛 我也不不是为了说在这对身体健康很好 没有我就觉得在那地方呢 就当当天气比如现在秋高气爽 我觉得感觉很棒 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这样就觉得就好了 就好了没有任何的目的性 好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感谢呢 蔡明明老师来来也下个月呢 我们再继续呢 读庄子 感谢赞联宁 谢谢大家 谢谢小龙哥 好进广告回到新闻